发福有你 怕弱两人 有的男性到了中年 真的伤不起啊 最近古装剧《富流年》正在热播 除了里面很爽的剧情吸引了小芳外 女主的父亲也让小芳大尺一镜 这圆润的脸型 这负态的体型 不禁让人疑惑 孙悦到底对这个演员做了些什么 因为他年轻时是这样的 没错 他就是还猪格格脸 肖剑的扮演者猪洪家 肖剑这个角色在当年还是很讨喜的 一削一剑走江湖的大侠谁不爱呢 猪洪家的演虽然不算顶级帅哥 但他却把肖剑演得比长得还帅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由今白月光摇身一变成了胖大叔 虽然演技依旧在线 但还是让人有些无法接受 毕竟跟他一同演了还猪的五二个 还在以最好的状态 最佳的身材披荆斩棘 但岁月这把猪资料 就是残忍的撒在了猪洪家身上 好好的童年男神都变了 观众简直伤不起啊 除了猪洪家 这些男性到了中年 也以不同的姿态发福了 旅行 跟猪洪家有的一拼的 应该就是旅行了吧 旅行曾演过刁蛮公主里的白云飞 秦王李世民里的刘文静等 年轻时的旅行 那是真的帅啊 尤其是白云飞 这颜值 迷倒万千少女不在话下吧 但谁知道 多年后 当她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时 她就变成了东宫里的高显 私藤里的赵江龙 两世欢礼的李斐 她脸型和身形的圆润程度 跟猪洪家不相上下 看着这样的胖大叔 谁又会将他跟白云飞 联系到一块呢 男神形象荡然无存 只有眼界 少能一观 神小海 神小海让人最忘不了的角色 就是花姑子里的陶醉哥哥了吧 年轻时的神小海 就是有古装牛逼症 古装穿在他身上 怎么穿怎么好看 他也妥妥成为了我们的 童年古装男神 可是男神也逃不过中年 发福这一大难关 当他变成陈情宁里的金光扇 斗罗大陆里的宁风质 天龙八部里的断正名后 我们才发现 古装男神也有变老的那天 活须和发塞 果然是摧毁男神的一大力气 李姐 李姐也演了很多 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精卫填海里的后裔 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克 五妹娘传奇里的李克等等 李姐的脸很有辨识度 好人坏人都能拿捏 特别是他演的欧阳克 说是最帅欧阳克都不为过 但现在47岁的李姐 也走上了发福的道路 在最近的几部剧里 虽然他的五官还是当年的模样 但脸却已经发塞圆润了 他也从少年公子变成了江湖老爷 刘晓峰 他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熟 但他演的剧肯定很多人都看过 他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的吴刚 宝莲灯里的刘彦昌 白蛇传里的法海 刘晓峰年轻时的演者也是很能达到 眼眸深邃 鼻梁挺凡 一张脸长得一正一邪 演技好人让人心疼 演起反派也让人生恨 但刘晓峰在最近一次现身活动时 他的脸和身材却变成了这样 仿佛 种成了发面馒头 这还是我们记忆中的法海吗 岁月这把猪丝料又撒在了刘晓峰的身上 不过刘晓峰之所以会发福成这样 多半也是因为他生活的太滋润了 家有小十六岁的娇妻和可爱的儿子 幸福的生活使他发福 实在是让人羡慕呀 李智南 他的名字很多人应该也比较陌生 但他年轻率也是帅得非常有形的 他是十八岁的天空里的石阴峰 千山墓雪里的萧山 《风火佳人》里的大boss李绍峰 顶着一张偶像剧男神的脸 在剧中可言可甜 一正一邪撩伏着观众的心 但是后来他发福了 当他再次出现在影视剧里时 他的脸就肿成了这样 并且有越来越圆的趋势 虽然五官还是挺精致 但跟他年轻时已经不能比了 现在就是个五官精致的胖大叔了 朱小天 作为F4的成员之一 朱小天也曾是一代人的怀疑 虽然印象中的他总是长发飘飘的样子 好不容易演不古装剧 也被吵成了最潮处流香 但年轻时的朱小天 不可否认 长得确实是轮廓分明的 但是由于朱小天的体质很特殊 患了一些罕见的疾病后 他的身体就悄悄发生变化了 他渐渐从一个棱角分明的男性 变成了身体臃肿 面部憔悴还发塞的大叔 当观众再次在视频里注意到他时 他的脸和身材都已经回不去了 他也经常运动 但效果并不显著 泰 泰是一位泰国艺人 却演了很多中国古装剧 《少年张三丰》里的张翠生 《天外飞仙》里的《富元宝》 《爵士双胶》里的《风乌记》等等 都是他演的 他也演超高的颜值 挤进了古装美男的行列 还有人觉得 他跟林志永有几分相似 不过泰也跟朱孝天一样 生病了 据说他是因为一些私人原因 患上了抑郁症 对他的工作生活都造成了一些影响 所以现在泰很少出来拍戏了 他转型当了导演 而他的剧照也变成了这样 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影子了 反而是比他大八岁的林志永 依然是当年的模样 除了他们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沙艺 潘远苗 沈腾这些男性 到了中年也不同程度的发福了 曾经的美好只能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哪怕是校草也逃不过发福的命运 但只要他们能带给大家好的作品 让大家找得快乐就够了 我是小方 下期再见